地下道天花板严重漏水 施工人员将塑胶板移除 大量水立即宣泄而下 春节期间 爱山路急人的路口 人行地下道天花板严重漏水 因为假期找不到工人 市政府紧急在两处的漏水点 安装塑胶板 引流到地面撤沟 避免低到行人 30号开工一大早 公务处长陈耀川 亲自带队前往地下道查看漏水点 公务处科长廖俊玉 更是爬上天花板找出漏水原因 过年期间 发现它持续这个状况是很严重 但是因为怕会影响到行人的通行 所以我们暂时是用紧急方式 尽量把它导到墙边去做处理 过完年后开工第一天 我们就进行整个开板去查原因 灾水公司人员也到场 采取水质样本 要检测是否是灾水管线漏水 静庸市议长同指委大早前往视察 要求公务处尽快找出原因修复 循环站的地下道是我们两年前 比例跟市政府争取的预算 来做改善 因为这边是一个交通要道 也是我们观光旅客 还有我们市中心的一个运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那我们争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道 那在过年期间发现严重的漏水 那今天开工第一天 主委特别来看 那我想工务处的这些科长 还有新杰队的这些成员 都在这边努力的查询原因当中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不能插车打扶 那我们的步行城市的愿景也正在那里走 那我想希望公务处可以尽快查明原因 那我们的民众知道什么状况 过年前其实在我们中一路 其实也发生过这个突然间漏水的状况 那有各种状况 那公务处现在在测试说 到底水源的来源在哪里 到底是自来水 还是台电的管沟 还是等等的原因 有造成漏水的可能性 所以尽快尽快查明 让我们市民有一个安全 舒适的要道 底下有一条截水沟 那截水沟也破了 所以漏出来的水 透过截水沟破掉截水沟 然后流到整个的顶板 然后造成这个 目前水量很大的状况 那目前上面的水都是 全部都急着 那我们现在先把水偷下来 偷干之后 人再上去处理那些该修复的东西 经过现场查看 找出的漏水点是在管线 和墙壁的接缝处 至于是否排水管 或是给水管漏水 恐怕需要再进一步查明 而公务处强调 漏水点只有两处 不会影响到地下道的结构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这有挂出来啊 好